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他 他天真勇敢 打针的时候强忍着泪化 安慰难过妈妈的时候说 没事 我已经长大 但有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勇敢 他看到春天的毛毛虫也会害怕 路过漆黑的小巷时也会加快步伐 他大方善良 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 都献给了孩子和厨房 但有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大方 面对我偶尔奢侈的惊喜时 他会略显慌张 心疼的骂上一句太不知道 他坚忍不拔 遇到天大的难题 他都会说孩子有我别怕 但有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坚强 在我生病困顿的时候 也偷偷替我求过不认识的神仙和菩萨 所以用那些单一极致的词去形容他 总归有些偏狭 自由快乐 肆意潇洒 这些美好的词汇也应该属于他 他是女儿 是妻子 是妈妈 但他首先应该是他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他 请记得和他说上一句 感恩有你 节日快乐